好的 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 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的年终记者会中警告 改变一中政策将有严重的后果 与此同时 美国五角大楼证实 一艘中国海军的军舰在菲律宾的外海 劫走了美国海军暴敌旗号 配备的水下无人探测器 暴敌旗号是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 执行海洋测量任务的一招船只 中国国防部表示将透过适当的方式 将探测器移交美方 不过川普则是在他的推特上发表 文章怒呛被中国偷走的东西 美国不要了 那么我们想要看到这中信中方 劫走美军的无人探测器 意图为何 南中国海风云再起 美中两国博弈 依照台湾所处的地缘位置 究竟是美国的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舰 还是一颗难逃宿命的棋子 在川普这位已经营赌场之父的 新任美国总统眼中 台湾究竟是他的王牌还是筹码呢 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 这次我们看到美国可以说是 被中国在眼皮底下 截走了这架无人机 那个水下无人机 那么周边的船舰跟战机 为什么没有当时没有护航 那么中国的军事实力 刚才我们上半场一直谈 究竟有没有中国有没有实力 去抵抗美国来夺取台湾 这次的事件 有没有展现中国的军事实力 还有川普的推特 又传达了什么讯息呢 李老师 是 那么这一次有关于 在菲律宾苏比克湾附近的 这个中国海军跟美国海军 特别是美国海军 这个包敌旗号 那么所属的这个水下的 这个无人机 那么眼睁睁的在 美国海军的这个面前 那么被大陆呢 说是说用截走 但是呢 根据可靠的这个讯息 我来判读 我认为 会有这个状况 大概是两个情形 第一个就是 美军的这个海军 包敌旗号 输于这个警戒跟防范 所以才有可能在 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他的水下了这个无人机 被中共的这个海军劫持 那么这个状况 我认为 以美军的这个严正 严密的这个 海上的这个训练 以及他的 其实并不高 第二个状况 当然是我个人的 这个假设判断的 一个状况 我认为啊 这个 包敌旗所属的这个 水下的这个探测器 那么会在这个 好的我们暂时和这个 台北连线出了一些些问题 李老师的分析 我们听不到 不过我想继续把这个 问题也请教在线上的 这个 抱着这个 反情中的这样的一个 呃 配备 如果有的话 那么也许啊 这一个水下的这个无人机 被大陆的这个军舰啊 那么带回到大陆去之后 那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器 那么在他的这一个 把它啊 拆解的过程当中 进一步要来了解这一步 无人机所收集到的 相关的的这个 勤收的资料也好 假定是这个状况 那么也许呢 如果说这个 呃 美军的这个 无人机上面有装置 反勤收的这样的一个 高精密的这个 云端的这个配备的话 他也可以做一种 反勤收的这样一个 反制的动作 那么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 也许呢 啊 美国的这个海军的这一个水下无人机的这一个被劫持 那么恐怕呢 会不会是另一种反勤收的一个动作 也说不定 不过呢 从这个事件呢 看起来 对啊 两军的这一个 在军事上的这个较劲也好 或者是示警动作也好呢 在川普的这个推特啊 特别讲到 那么啊 他也不要这一个 美国海军的这一个 啊 他不要了 他们并不要了 可是呢 呃 经过美国的这个国防部 以及美国的海军跟中国大陆交售之后 那么是啊 从相关的讯息是说 啊 要无条件的交还给这个美国 但是我认为这一个事件啊 再加上 呃 中共的这个军机 最近绕越台湾海峡这两次 来看啊 这都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 事情的动作 这个事情动作 当然在战争没有发生之前 都属于一个事情动作 但是呢 叫呃 过去我长期在 呃 军里服务的这一个经验来看 这种事情的动作 如果做多了之后 就有可能形成一种 呃 在军事上的一个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假定这个冲突的状况越来越 呃 呃 紧密的发生的话 那么形成了这一个 真正的这个战争行为呢 那就不是不可能 因此呢 我们在 呃 在这一种状况之下 呃 来研判 在川普还未就职之前 那么许多的这个动作 许多的这个谈话 以及呃 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 呃 许多的这个回应的谈话来看啊 我目前觉得到目前为止 大陆的这个领导人习近平 还没有对相关近期发生的几件事情呢 有进一步的这个谈话 这个我想呢 呃 这个习总书记是在一种 高度克制的这个状况之下 那么还没有呢 发表他的这个看法 不过呢 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未来 川普继续有比较 更进一步的这个 呃 不是那么友善的谈话的话 我想呢 激怒中国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机会 并不是没有 那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会不会激起许多的前程让呢 我想都是在未定之处 但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呃 搅的这个两岸的一池春水的这个搅动了 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嗯 谢谢李华秋老师 那么线上李毅教授 您怎么看 呃 李华秋老师认为说 这是一个北京向美国示警的一个动作 而且如果做多了 而且川普还有后续的激烈回应的话 可能未来是美中之间的擦枪走火 或是误判的情况或冲突可能发生 刚才他也提到说 如果把这个无人机拆解去采纳里面的机密的话 也让人想起过去这个2011年的中美撞击事件 您怎么分析这一次的 水下无人机被解决过去的一些美中冲突 那究竟如果台海有事 或是两岸之间发生状况的话 中国军力能不能这个抵抗美国的军力呢 也请您分析一下 李老师 因为这是一个小动作 大国之间的小动作 这个几天就过去 不是个事 我重点回应一下你刚才的第二个问题 也特别是给保胜先生讲了点常识 就是这个南海和台海完全不同 中国在南海 中国海空军一二十年内 都不是这个美军的对手 所以中国绝不会在南海去进攻美国海空军 台海则完全相反 讲三点第一 解放军有能力在一小时计的时间内 摧毁台军抵抗力 迅速夺取整个台湾岛 在所谓美军吃援之前 就基本结束战斗 这个不是我讲的 我再说一遍 这个现在是美日欧军事研究学界的共同看法 这也是美国学术界弃台论的根本原因 第二 大陆就不相信美国敢于全面军事介入 为什么呢 因为在美中国的近海 我不知道保胜先生有没有见过台湾海峡 在台湾海峡美军已经没有优势可言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陆基海基 现在联合的导弹系统联合作战 它足以对抗聚集起来的美国海军 就是我们通常讲饱和攻击 所以美国航空母舰现在不仅不敢进入台湾海峡 美国自己都说现在必须要走到台湾以东500海里以外 它才敢去 500海里内美国航空母舰舰队不敢进来 这不是中国人说他不敢进来 美国人自己就说不敢进来 第三 如果美国像保胜先生讲的 美国军事力量因为中国统一台湾 拿回中国台湾省来进攻中国大陆 那他中国必然要反击美国大陆 如果美国因为中国反击美国大陆 对大陆进行全面的核攻击核战争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非常可信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 所以从学术界我刚才讲这个三点是从美洲的军事学界 学术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完全不理解保胜先生作为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 我也不知道你是学什么专专业 好的 非常感谢 我们今天上位比较理性的讨论 好 我先讲一下 因为我刚才本来都是各说各的 他老是平的在讲 理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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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在军事上一定要实事求是 首先我们争论的时候不要说人的一些东西 你的学历 文凭 我们就事论事 就这个观点我们要进行一些讨论 但是在专业讨论方面 如果没有专业诚实 你刚才说对中国军队可以在数小时之内给占领台湾 可以说第一波攻击中国可能会占优势 就像当年的金日成 他一下一天之内就把整个南韩基本上给打下来 打到俯胜了一样 但是还有第二波呢 第二波他又联合国军出动 然后麦克阿瑟的人川登陆 一下把北韩军队给切断 然后又打回去 他也打到鸭绿江那边过去了 战争是一个长时间的 你不能通过第一波攻击就来决定整个战局的胜负 所以就是说还有台湾海峡的一个问题 倒是有日本 还有美国 还有南亚的很多国家 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战局是息息相关的 这俩不能切割的 为什么中国要在南中国海 要填海峡的困制了七个人工岛在那军事化 他目的最大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封锁台湾 就是要占领台湾 所以南中国海他必然如果美国在那里占据优势 他肯定会在台湾的周边海域同样会占据这个优势 这你不再是在一个台湾的军队来作战的问题 要跟整个一个东亚的这些民主国家 和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作战的一个问题 好的 我们今天两位来比 我想无论如何回应一句话 全世界学术界都知道 两个盒子大国是可能发生战争的 好的 谢谢李易教授 这个学术界的基本观点60年来无人挑战 你不能拿这个核武器来威胁 你这个做的话 你就毁灭整个地球 你敢拿核武器威胁 那就是丧失理智了 那比希特勒更坏的 那很糟糕的 核武器威胁是要毁灭人类的 今天我们的这个两位来宾虽然是笑语 但是有非常不同的看法 不过我们下半场回到这个美中博弈 我们知道这不管是南中国海发生这次水下无人机被劫事件 还是这个台海目前紧张情势 台湾都是一个关键的位置 究竟台湾是川普的筹码还是王牌呢 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好 那我想先刚才先请到这个李华秋老师 这样回想这个16年前的小布希刚上任的时候 那个时候美中关系的紧张是撞击的时候才开始紧张 没错 但现在这个共和党还没上任就已经搞得乌烟瘴气 完全都是这个川普的推特 把这个一下把这个调子拉得很高 而且我们也没想到是因为台湾问题 这个特别是对于跟这个中国的政策 一中政策 所以您怎么看这个未来川普现在这样的一个态度 一直延续到明年的1月20号之后 他还会这样这么一个强硬的方式吗 这是给这个美中关系一个不好的开局呢 是 那么川普现在当选这个美国总统 还在一个准总统的这个阶段 距离明年1月20号就职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那他现在讲的这个话 我们一般来讲都会界定它是一种讯息 那么未来当他就职之后呢 我相信他的幕僚以及参众两院 还有媒体以及美国人民的检验之后 那么对川普来讲 他要讲一句话可能就不会那么轻松了 那么因为他所讲 他如果就职了美国总统之后 他所讲的话 那也有可能就是一种政策的这种宣誓 因此呢 我判断他现在在没有就职之前 那么抛出许多的这个讯息 那么当然目的也希望引起国际间各界的重视 同时呢 也对大陆的这个领导人 或大陆的这个政界 做一个讯息的这个传达 那当然从这个角度当中呢 这一次川菜的这个通话 那么川普有许多后续的这个言论 那么在台湾来讲 事实上台湾的政府是非常审慎 理性的在看待这件事情 那么也采取非常低调 非常谨慎的这个态度呢 来应对 不过呢 这当中我认为 有一个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 为什么川普这么多的幕僚 这么多的测试 还会让川普有这样 许多的这个谈话 我认为啊 这跟川普的这个个性有相当的关系 那么在个人决策这个模式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谈及到这个个人决策的这个模式 这也就是过去啊 中国大陆一直所为了这一个集体领导的这个方式 那么对照于川普这样的一个个性 未来他就职之后会不会把他的个性加注在他的政策范围 目前还看不出来 不过呢 我想以后他就职呢 应该会审慎更谨慎 应该呢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好的 那我们现在把现场交给东宁 看是要继续的访问来宾 还是我们要接电话 的确我们现场也就很多的听众 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我很快的接听紧通 再请两位来宾来进行这个交锋 吉林的阿镇先生您好 请说 吉林的阿镇先生 请抓紧时间 我就刚才还是上一个话题 因为你们也这个也继续了 这个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啊 要由台湾的2300万的台湾人民说的算 李毅啊 这个教授啊 不要攻击那个郭先生啊 对个人严权攻击没有什么好处 就是让你说事 我这想一个腐败透顶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 能够攻打到台湾吗 一个部队的人 像郭伯雄 金满贵 银满沙 这种一个腐败军队 就能够占领台湾 国民党八百万军队 是因为腐败而败退的 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 已经腐败的透顶 在这种程度了 还能够打核武器 好的 非常感谢吉林的阿振先生提问 稍后我们请李毅教授来回应您 高雄的王先生您好 抓紧时间哦 王先生请说 各位听众各位同事 Merry Christmas 和平又和平了 来宾都很口气很大 那我们是希望说当然是和平 在1996年 台湾危机 美国马上就派两艘 航空母船来把握 他一艘就会 整个北大西洋 一个在太平洋 一个在大西洋 就会保护美国 这么美国不会保护台湾呢 而且那个中共那个上将 都是用钱买来的 郭伯奖刚才说 郭伯奖都是 都是参务犯 那能不能打台湾吗 笑话 谢谢 好的高雄的王先生 刚刚也呼应了刚才吉林 阿正先生的一个论调 稍后我们请李易教授回应 台北的陈先生抓紧时间 一句话两句话跟我们提问 好的 大家好 首先南海这个事情 基本的 未来 明年 明年这一年 很多人都是估计南海 其实并不是最紧张 这次只是个小突发事件 不过 有人认为说 北极未来很有可能会 对川普进行压力测试 试探说川普是不是真的会比较退缩的方向 那那个问题 请来听预估一下 美军会不会可能在他们 他们现在已经实质控制的 菲律宾从黄运岛上面 从此岛礁建设军事设施等等的设施 我认为是这样 谢谢台北陈先生 台北肖先生 一句话跟我们提问 请讲 喂 喂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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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我是跟你讲 那个就是上次过去有讲要退军第二岛链 那现在玩的就是 第一就是下马威 第二个就是浑水摸鱼 在你还没真实修认以前就玩一下 那玩的结果就是说 要保护这个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的意识 谢谢台北的肖先生 三位来宾各30秒的回应先 请在线上的李毅李教授 刚很多问题是针对您的 就是我刚才已经说过 再重复一句话 就是你说中国人民解放军 过去和现在存在腐败 这个是事实 但是全世界的学术界认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 无限能拿下台湾 这也是事实 我们还是把两个事实并存一下 不要偏废其中一个 谢谢 好的 谢谢李毅教授 郭巴胜先生 我中间回应一下筹码说 实际上筹码说我是不同意的 因为筹码是什么 就是我利用起来就可以利用它 利用完了就会扔掉 但是台湾对美国利用完了就扔掉吗 1979年之后 台湾还是一直受在美国 台湾关系法的保护之中 美国又放弃台湾的可能吗 这根本不是筹码 说筹码的人呢 他变成了中共政权的一个筹码 一个棋子 再一个是川普要打贸易战 他手上的牌是多的呢 比方说宣布中国是操纵汇率国 比方说提高关税 比方说国际诉讼 他用不了台湾这个牌 他为什么要提台湾 主要是加强制衡 中国的第一岛链 再一个是他这个人比较诚实 他明明知道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他就把这个事实来讲出来 要突破这个政治正确 谢谢郭宝生先生 李化车老师 是 解放军的存在 并不是为了要攻打台湾 而是要一个创造两岸的这个和平 那么给两岸一个安定的一个环境 这才是比较重要的任务 好的 谢谢三位来宾 今天火花四射的讨论 也非常谢谢听众 观众朋友们网友的参与 谢谢大家 好的 由于是今天的关系 今天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我们感谢博弈还有李化车老师 在台北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李毅教授通过了skype 在线上参加我们今晚海峡论坛讨论 感谢李毅教授 美国之音演播时台我们海峡论坛 感谢郭奉师 感谢您 好的 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 观众发表上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想讨论的 听众和观众朋友呢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YouTube的频道或是在我们的脸书上 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 并留言评论 网址分别是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 斜线VOAChina 还有YouTube.com 斜线VOAChina 当然有关于中国节奏美军水下 无人探测器的后续发展 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和电视节目 将持续的为您追踪报道 而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呢 我们将为您播出年终特别节目哦 精选过去这一年来 海峡论坛的精彩片段 还有有趣的幕后花絮 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欢度圣诞节 请您千万不要错过 下个星期天 12月25号海峡论坛的特别节目 我是凡东宁 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 叶博弈先生 祝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 与您再会